来看一下 咱们这个 这说说啥呢 去那边 刚才说了这个什么 EOS 衣服 其实这个 这个东西啊 咱们刚才给它定义外边了 你给它定义里边也一样啊 这个就是说你这么写也行 我给你试一下 比如说这样的 咱们刚才写什么呀 直接把它粘过来 来 搁这 分号 你看这个也行啊 就是说这个不同写法都可以的 来 结个图 搁这 好了 然后下面这个是Switch Switch的话 你们是有的预言有这个 有预言没这个 是不是啊 你们有的预言可能没有这Switch啊 这Switch干嘛的呀 你看我给它搁这 也是选择结构 也是判断的 也就是Switch case 是不是啊 Switch case啊 这个 这个什么 我知道的python没有 然后那招有 是吧 C sharp有吗 这大多数应该都有 然后咱们试一下这个go里边的 比如说呢 我这个Switch case 它很明显是一个选择 好 那么咱们根据根据成绩吧 根据成绩啊 看一个等级 嗯 写个函数啊 比如说传入成绩 嗯 得到 等级 Function Grid 嗯 思考 嗯 传入一个成绩 就印他的 然后他给我 回来一个等级是String 我刚才多个的话 我给括号了 这单个你就直接写就行了 这是返回值 然后呢 你定一个空处 作为这个返回的 空 串 嗯 等个空 然后那个Switch case了 Switch case 嗯 Switch case 然后你这判断一下 就是这个分数啊 分数4-4-4-0 如果这分数你小于0 啊 或者是分数这个大于100 啊 这种情况 你显然是不太不太对的 那你给他返回值 6-10 负一个输错误 呃 如果是case score 嗯 你如果是小于60的 嗯 把啥去掉 哦,没有跟我说,我以为跟我说呢 也如果小于60,我给个F吧 小于80 C 再来几个,Case,Sco 小于90,得个B 最后一个 Case 小于100 得个A 好了,这个里边 你像别的语言应该还有个Default 这也有啊 再来个Default Default就等于个其他吧 不可能是吧 这个东西啊,也是啊,它这我已经给前面判断了,无所谓了 Return,最后把这个J给我返回,可以了,那么咱们给它调一下 来,这边formate 比如打个这个Grid Grid的0 来,先拉个0的 这个0,你看这0,它肯定打的是小于60这个,是吧 小于60,这没问题啊 应该有几个同学会有疑问,这个是不是应该起个break呀 是吧,有同学是不是有这个疑问 因为那个,如果它必须写这玩意儿,是吧 你不写它就怎么着,一直往下跑 这个构研呢,实际上它给你自动处理了 它就是说,自动写了break了啊 这块呢,是自动又break了 所以呢,你这PV到了,它不会再给你往下跑了 不过呢,它这个既然这么写了 也给你开一个口子 就是说,你如果非得让它能往下的话 你可以写一个这个 False row 对,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匹配到了,也可以再往下跑 你比如说,走一下 这答应谁呢 是不是c了呀 你这边第一个能匹配,能匹配 但是有False row接着走 发现也小于80,等于c 然后它自动有一个break 知道吗 明白吧,这是跟那个渣户是有区别的 False row 这就标注一下 它可以让代码继续跑 好,这个就是够语言这个break跟其他的语言的区别啊 其他的语言呢,我也就知道了Python和渣户 再其他的我也不知道 我知道的就给你提一下 然后这个答应的话 你可以多打几下 它呢,都好 你可以这样写,跪的 比如来个59 82 就一直都号就行了 跪的 复三 都好 好,你可以这样打 好,过来啦 就是这四个值 好,这个我给代码复一下 好,这个是前面这个什么判断搞定了 然后下边呢,咱们很常用这个循环是吧 对了,这个Switch 我再写一个,Switch你还可以这儿 我刚才忘了一个点 看,搁哪儿写 把这删了吧 搁这里边 比如说你现在我定义一个周创 我说是A 那么呢,咱们这个Switch Switch ITR 就是说你去判断这个租串 这么些也行 你这个case 就是说你可以判断 如果是A 如果是B 如果是C 如果是D 就是说如果是这些东西的情况下 都可以 那就是 嗯,比如说找到了 嗯,然后default 其他情况 其他情况 就是没有 好,就是这么些也可以啊 语法的问题 跑一下 嗯,这个找到了 因为它是P和A 对吧 嗯 来,接一个 在这边 这儿 嗯,删 好 呃,然后关于这个构研循环的话 嗯,循环 循环的话 它这就是Full和Runge 然后这个 Full的话 大概就跟那个C啊 什么的差不多 就是Full后边跟的是 初识化 语句 也就是说你 im号等于个0 初识化一下 然后呢 分号 然后是条件判断 嗯 然后再分号 然后结束语句 嗯 过号 这里边呢 是循环 循环代码块 OK吧 嗯 那我找人问一下啊 嗯 就是第二排前端朋友吧 哎 你说一下 没事 你做就行 你说一下 一个Full的话 嗯 它大概 你觉得执行是怎么个顺序 就是这 我写的这几个东西 先执行谁 后执行谁 嗯 嗯 然后赶紧判断 嗯 然后再进行 然后选择那把块 然后再结束 啊 没问题吧 也就是说 这个谁 谁是第一 谁是第二个呀 这是一 这是二 如果判断成功了 这是三啊 然后这结束语句呢 是第四个执行的 懂吧 嗯 返回值 这块没有返回值吧 啊 咱们这说的是循环啊 啊 我就告诉你 那个第三个 那结束语句 是最后执行的 它不是条件判断 完执行的 懂吧 啊 然后这里边呢 嗯 咱们写个这个Full吧 啊 而且呢 就是说 咱刚才说这个 格式 这个初始化呢 它只执行一次 对不对 就说这个 它只执行一次的啊 它不会多次执行的 来 写个Full 循环 循环5 我这单写一个 比如FunctionFull1 嗯 第一个 我先写一个死循环 呃 死循环 这个 在构言呢 咱们如果想写个死循环 就是 拿一个Full 你这么一括号 这个就是一个死循环 等吧 呃 当然呢 你看现在它飘个红 其实 其实它现在编译 已经是能通过的了 就说这个代码呢 你这么运行 你看 其实你看它没有报错吧 啊 这个编译它是通过的 呃 这个飘红呢 是勾烂的 它搞的事情 那VS 它不会给你飘红的 然后这里边呢 你写个语句 它就是循环了 写个无限 无限盲逼中 这是你们 你们这个未来某天的一个状态 是不是 运行一下 什么就是一跑键吗 狂狂跑 哎 这个死循环 你就用的多不多 啊 之前写什么时候用死循环呀 咱们狗狗这块啊 它做后端服务 其实好多服务 它是不停的跑的 对不对 不停的去循环 干一些事情的 所以死循环呢 后边 嗯 很多地儿也会用到 这里边 你让它跑慢点的话 就是给睡一下 sleep 这里边 比如说咱们睡一秒钟 就是一乘以tm.second 你睡两秒就是二乘以 这是睡睡一秒 睡一秒 好 这是第一个 然后既然说这个无限的是第一个 再来个有限的吧 封二 呃 就这刚才那个写法 隔着去写 这个I 猫号等于 一 I 有个小于十一 小点吧 小于五 还加价 一二三 哎 不对 我是没掉 这个就是一个有限次的 然后这个东西的话 你还可以这种写法啊 再来个三 嗯 就是说那个I啊 其实我们第一句话说是 出这话语句 这东西你隔外边其实也行 你写个I 冒号得零 就是说吧 这个隔外边 那么你里边呢 里边是出话语句什么呀 你都隔外边写了 里边就不写了呗 就空着啊 嗯 就空着就写一个分号 然后这个呃 再怎么着 就是I小于 等于十 懂吧 比如说小于等于小点五 那么分号 你接数句句 如果还不想写的话 那就空着呗 我看给我报错吗 也不报错了 就说这俩都空着也行 是吧 嗯 但是这样的话 它好像一直得零是吧 在里边 对 你隔里边加加加也行 那I加等于2 这不就行了吗 走 给我打了三次 这没问题吧 嗯 好 这是另外一种写法 然后 这就是第几种 第三种了 然后咱们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再另外一种 方圈4 f4 嗯 比如说我这样写 f4 我这呢定义这个两个边量 定义两边量 一个number 一个是I 猫号等于 一个是10 一个是1 我个人定义两边量 呃 作为我的出入话语句 反正呢 你不管怎么写 你知道这个分号前边最开头是出入话语句 定义一个定义两个其实没有本质区别 那么一个是判断语句呢 一个判断 I小于10 and number 小于 等于18 哎 这个其实就是他那判断语句嘛 你最后那个结束句呢 你再来个I 逗号number 等于 呃 I我让他等于I加1 number等于number加1 哎 这不都可以吗 对吧 这三个话就是出入话判断和结束 反正这个怎么写都行 就就最 再 再离奇点的 你把这句话写成一个打印 他最后就打印一下也行 对吧 当然那个没什么意义的 呃 那百号号D 比如打印百号D 乘以百号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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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印一下 number I 乘I 看下这个4 走 这不也可以吗 对吧 啊 就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各种写法都是可以的 嗯 我刚才说你要把这写个打印他就打印呗 vomate 123 執行完了他也会打印那一件三啊 当然这没啥意义的 好了 这是咱们4啊 4的各种各样写法 嗯 代码我给烤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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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Full是咱们的循环 这个论质呢 也同样可以做咱们的循环 论质大家其他语言也都用吧 有 有什么语言没有这个吗 PSP的口床没有 PSS JS我觉得应该有吧 没用过 JS我印象中好像有 这个论质呢 它其实也是搞咱们循环的 另一种循环 看一下这个论质 来 搁这边 我就直接跟贝里边去写 这里边 咱们写个字符串 S猫号等于 ABC 来个串 然后呢这个论质的话 它跟那个Full一块用 你这Full 它去 这个编利这个论质 论质谁呢 论质这个跑了 S对 那么论质回来 我这边 比如说接收一下 接了一下 然后我打印 分到F 比如说打印一下这个下标 其实这个下标是谁呀 对 这下标就是返回来这个I 啥叫下标呀 对 就是缩影嘛 然后如果说你想取到那个值的话 值 值应该是百号C 那就是 SM 对吧 在ZoTree里边的这个缩影位置 这么一打印就行了 这不是出来了吗 它的下标是多少 值是多少 就Full论质 这么去循环 其实它这个接收不来 默认是接这个下标 然后通过这个下标去取值了 接收下标 然后就Full论质 你如果直接接回两个值的话 其实就是这个下标和元素值就都回来了 你看 就是接收 下标和元素值 直接给复制一下 嗯 我的意思呢 那就是第一个它是下标 然后第二个的话 它就是那个值了 嗯 你这下标是 那这就是C了 好 这第二个 这不是一样吗 对不对 这这就说呢 你接一个它就是下标 接两个呢 就是下标和值 这就是Full论质 Full论质还是挺容易理解的 是吧 然后你如果接过两 接过两 那你现在又不用它 是不是就是占位符了 啊 行 就这么一个东西了 老师没认识 我没认识 你说跟123 嗯 嗯 不是Person Person 你是可以跟走出来 也可以跟数字 是吧 就是 认识十加 到夹不长 啊 我知道 你说是那个认识函数是吗 那个东西 这个 这个应该不行啊 对认识方法 那个不是起始 然后不长 对吧 比如说0到10 不长为2 这不行 啊 那是Person 它的这个认识函数用法 嗯 这块就是这个串 哎呀 我这太难了 就要教一个中文 我得精通各种语言 是不是啊 也没办法呀 嗯 哎 周末班跟拖展班 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嗯 这是咱们的润纸 嗯 好了 咱们吧 这个挑转 哎 该咱们这个挑转了啊 这个挑转的话 这里边写了这个 这个Brick和Continue 嗯 BrickContinue就是咱们 这个循环该有的东西吗 这个都理解吧 嗯 咱们就写个小例子 看研效果就行了啊 嗯 Fall 来个循环 这也因为在循环里边用 嗯 嗯 I小于5 I加加 然后呢 我说如果这个I等等于2 我可以让它这个Brick一下 下边打印 嗯 打印 这个输出什么呀 输出谁说2的呀 这怎么能是2呢 嗯 他第一回得0 肯定是先来个0 然后给停了 就是01了 是吧 那那你这如果当等于2 给Continue呢 Continue 嗯 这个0134嘛 嗯 这个是不是跳过当次循环呀 跳过当次循环 OK 嗯 好了 嗯 那就跳过当次循环 这就是这么一个小玩意儿 拿过来 在这儿 啊 小时候这个GoTo呢 我知道Pathot没有 是吧 Pathot没有 那咱们说一下 这个GoTo呢 实际上就是挑转的意思 咱们什么时候呢 给它跳一下 你比如说在这个 嗯 我就不改了 就用它了 就拿这句话 如果等于0 小于5 加加 然后打印 呃 这时候呢 我给它GoTo一下 你看咱们这个是GoTo啊 这GoTo呢 是个关键字 我给GoTo一下 嗯 所以说GoTo啥呢 GoTo个 呃 我们可以认为一个标记呀 或者怎么样 都行 这块呢 自己定义一个标记 去GoTo 定义一个标记 嗯 个外边定义一个啊 别会定义一个label 认为是咱们的标签 这边呢 我跳过来 你看它就自己 自己能识别的 然后如果说 我在这一块打一句话 嗯 打一个123 在这一块打一个456 嗯 那你说这个程序输出是什么呀 嗯 这个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是吧 0 456 它那0肯定要先打印个 然后 突然到那儿就456 中央过不去 这个东西啊 你注意它是我自己定义一个标记啊 你如果想写啥写啥 你写个label2也无所谓 好吧 这个是自己定义的啊 跑一下 这不是一样吗 嗯 就是说你 可能有些时候 你想做一个功能 它大概到什么情况下去 跳转到另外一个代码 对吧 你这个可以勾出一个方法 嗯 可以啊 嗯 就说这个你自己去定义的 OK吧 好 接一个 在这儿 GoTo OK 这是咱们讲的这个流程控制 选择循环 特转 还不错 把咱们今天那个 这这个玩意儿给完成的还可以了 是吧 刚才有同学问的 这个 嗯 你